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防务部门军备局 在2018年对外招标 抗弹纤维部来制作防弹衣 而德标的厂商 则从大陆购买抗弹纤维部 在改标变成所谓台湾制造之后 出货给军备局 对此国民党及明代郑立文 讽刺民进的当局 什么抗中保台 明明就是靠中保台 并没有限制使用大陆杀铁 它二次加工 只有的错误行为都规则在我们这 依据台军军品采购规定 德标厂商不能采用大陆生产的材料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防务部门军备局 在2018年对外招标防弹背心布料 然而德标的高雄市厂商 工卫防御公司 却从大陆江苏购买抗弹纤维部 不仅改成所谓台湾制造 还改了标识 甚至在军备局查厂验收时 还假装操作织布机 试图蒙骗过关 粗估不法获利达6700万元新台币 高雄市工卫防御公司遭检举后 被台检调部门调查 而台防务部门也将该案 移送司法机关 才使该币案曝光 高雄市桥头地检署 在6月27号 约谈高雄市工卫防御公司负责人 在询问后 该公司负责人 以50万元新台币交保 最嫌重大 唯无惊讶之必要 预知以新台币50万元交保 中国国民党集民代郑立文 29号在脸书发文 一评民进党当局 连军备都处理不好 还要兵役延长 让老百姓都去当兵 完全都是政治考量 民进党当局 天天在喊所谓抗中保台 其实是靠中保台了吧 对此 有岛内网友表示 若一开始就按照 标准作业程序来执行 怎么会抓不到 台军就是个笑话了 还有网友嘲讽 当台湾地区领导人的 可能是假博士 但是防弹衣材料 至少是真的 也有网友表示 应该先查 有没有官商勾结 这种采购弊案 竟然可以交保 民进党当局烂透了 他们就放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